蔡毅宇委員 謝謝主席 那我們是不是有請 我們衛福部薛次長 次長請 委員好 次長好 次長 針對這個優化偏鄉醫療的精進計畫 那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改善偏遠離島地區的醫療照顧 那提升在地醫療 那也要請教 次長到底這個偏鄉的定義是怎樣 當然傳統的偏鄉主要指的是三地離島 後來當然在平地的這個原民區也是一個考慮的 但是這個中間的話有一些已經都會化的 比較程度比較高的 就可能會去做某種程度的排除 那現在當然我知道委員最關心的是那個我們一般來講說不三不四 嗯沒錯 尤其像我們沿海地區啊 我們沿海地區醫療是普遍不足啊 而且沿海地區我們知道 現在台灣人口老化指數最高的都在沿海 尤其雲嘉南這裡幾乎都是老人多 那老人需要照顧老人需要醫療 結果在這一些沿海地區往往是醫療資源最不足的地方 次長讓我一次講完好了 我舉我們嘉義 我們嘉義現在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麻煩 就是說我們在優化這個偏向醫療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有把它分為 叫做醫療區 有分為一級醫療區 二級 以及二級醫療區或者是叫做次醫療區域 那以我們嘉義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我們大概有分為嘉義 那嘉義就包括嘉義市跟水上 那還有包括阿里山 那阿里山就是泛子大概是嘉義的山區 也就是陳明文委員的選區這邊 那還有一個是太保區 那太保區就是大概就是海區 那以目前我在海區我看到的狀況 山區一樣有山區的問題 海區的狀況就是說 因為有一個長庚醫院 那長庚醫院他大概 他就已經把它定義了叫做 因為他的病床宿構 他的病床宿構 死的呢 我如果真的有想要在 東石布袋 益竹 這種人口非常老化 真的是屬於偏向需要醫療的 真的要在那裡開 他沒辦法進行北城 沒辦法申請病床 再者呢在這一些地方 因為複子的一個有長庚在 所以他已經撐大了他的 他的整個醫療的一個規模 使得大家在認定上 他就不屬於偏遠地區 的一個醫療 那使得啦 相對應的 該在 該有的一些補助的一些措施 在我們 也沒有啦 所以我覺得這件問題的 問題就是出在說 我們對這個醫療區域的定義 這個定義 我們把它綁死了 那這個綁死就是 我們都用鄉鎮去看 我們為什麼不要 就把整個沿海地區 我們可以從雲林啊 雲林的四湖口湖 東石布袋 益竹 到台南的北門跟雪甲 你這樣延伸起來 讓它變成一個獨立的醫療區 那這一區正好是台灣目前 老化指數最高的 那我們鼓勵嘛 有一個誘因 讓這裡有大家想要投資醫院 還是有更多的 有心在這裡從事醫療服務的人 他可以在這裡開設醫院 而且適用 優化偏遠醫療進進計畫 這個計畫可以讓他適用 所以我次長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不要用所謂的一個 縣市座類別 我們可以更宏觀的去看 台灣的區域劃分 加沿海以為他特殊的需求存在 那你這樣把它重新劃分起來 至少在這個地方 成立醫院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而且對這些在地的老人 才有實際的幫忙 市長可以說明 可以回復一下嗎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要從雲林到台南的這些沿海地區 化成一個區域 這個我們當然是可以考量 但是實際上的情形是 因為這邊的人口數是比較少的 對 那比較少的話 在經營醫院上面就有一些困難 比方說雲林的賣療的長庚醫院 他到目前為止就是經營的也是很辛苦 那原因就是他的臂子不夠大 他人口不夠多 所以要支撐起那個基本的費用 開銷就會有一些困難 但是如果把這些地方 通通通通通合起來的話 事實上 因為這一個距離也 南北來講的話也有一段距離 對這當然也會有距離的因素存在 所以只有一家顯然也不夠 但是如果再分散下去的話 那每一個醫院所能夠服務的 這一些鄉民 他人口數可能也不夠多 所以我想投資醫院可能也沒有那麼高 那不過如果說 就剛剛那個委員提到的 這一個太保的這個次區域 那如果是因為長庚的病床 是已經把它吃掉了 那但是仍然有醫院想 有人仍然想要投資 在那邊蓋醫院的話 那我們都可以再算算看 是不是仍然有空間 對 可是事實上不只是病床的問題而已 你也知道說 你在偏遠地區 如果你認定它 它是屬於這個次醫療區域的話 它會有另外 比方說這邊的公費醫師 它會另外有比較好的一些待遇怎樣的 那我認為說這是一個誘因嘛 那現在的話 我們之所以沒辦法適用到 這個庸化偏鄉的一個醫療進進計畫 我們地方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那裡是 那些都老人 那些是需要照顧的 我看我們那些圓下的老人 要去中間那些是一個距離 它真的是有一個距離在 我們地方很多村長他的工作 就是載我們的老人去賓 傳電話才會讓人家賓 可是這個是一個畸形的狀況 最重點的就是在於說 我們可能提供的誘因不足 使得在沿海 真正偏鄉的地方 它這裡的人沒有辦法得到 妥善的醫療照顧 所以我認為說至少這個區域 重新檢討 不然我如果佈地去 就當一個大家發出來 這三個一樣的一區 這三個讓他一區 會不會有人投資我不知道 至少那個誘因就跑出來了 好嗎 那個是算是說一個 假設說是因為病床數的管制 除了病床之外 好多 其他的部分的話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管制 那我想在這裡的話 應該是要建立那個 所以這個網絡 也就是說醫療網 在這邊要怎麼樣來規劃的問題 因為還是要結合地方的這一些基層的診所 那一起來做處理 那這些老人家他就醫是比較困難的 就如同委員剛剛講的 那但是醫院裡面的話可以一些外展性的服務過去 你說基層診所也許他在某一些專科他並不是那麼專門 所以醫院可能就是有這種巡迴的這種專科診 或者是說 接用這個遠距醫療的方法 來提供專科的這種諮詢的服務 那這樣子的網絡建立起來 可能會比較比較務實一點 好沒關係次長 就是我是覺得要加強啦 不過我還是認為 這個區域調整 可考慮一下啦 我們可以來 區域的一個調整 研究看看到底怎樣是一個合適的一個區域 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我們參議委員